HELLO 大家好,我是Niko 今次會做咒術回戰的五條五 這個角色是最強的咒術師 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歡這個角色呢? 如果大家喜歡這個角色的話 記得分享給你的朋友一起看 分享完之後就馬上看看我製作的過程 首先做支架 這套咒術回戰我們先看這個動畫 然後再看這個漫畫 而五條五這個角色就是最強的咒術師 而五條五的強大 連作者自己都把他封印了 還有一個支架 現在先做一隻鞋子 另一邊的鞋子也是這樣做 另一邊的鞋子也是這樣做 再用這個石紙做腳和身體的大概形狀 用石紙就可以減少用軟圖的分量了 現在就包上軟圖 製作褲子的形狀 在一起吧 我把這種工具的小絲 剛剛看見到這把皮上 再用緊揚子的大頁子 要是最強的 製作褲子的大頁子 直到一邊 然後在家裡 製作褲子的大頁子 製作褲子的大頁子 好 是 我可以做的 壓平滑一些表面後,再壓一些摺痕上去 畫上褲子的細節 褲子的部分就做好了,現在正常衣服 五條五的服飾上的設計比較簡單,所以很容易做 字幕視聴者 李宗盛 都一樣壓回摺痕上去 肩膀的部分不夠闊 所以就補一些軟圖 現在就加上軟圖做手臂的部分 先包起支架剩下形狀 加多一層上去增加厚度 太重了就刺一張 再次變成了一層上去增加厚度 再次變成了一層上去增加厚度 再次變成小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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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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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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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